南无莲慈海慧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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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莲慈神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正身端坐 当愿众生坐菩提坐 心无所着 皆家夫坐 当愿众生善根坚固得不动地 听讲经时 当愿众生顺佛所说 总持不忘 诸佛菩萨师父上人 各位法师 各位芙蓉还有吉隆坡的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今天是公元2012年9月30日 也是农历8月15日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我们今天要继续研究佛说无量寿经 那这一部经是释迦摩尼佛 介绍无量寿佛的一部经 无量寿佛是谁 你们认识吗 谁是无量寿佛 阿弥陀佛 所以这部经是佛介绍佛 释迦摩尼佛介绍另外一尊佛 就是阿弥陀佛 那我们今天在法界观音圣事 拜三昧水灿 8点拜到下5点15分 本来是预计是到4点 结果拜到5点15 所以今天就迟到了 那 那我们拜参 总共拜了 九次 第一次是拜过去七佛 接下来的八次是拜十尊佛跟六位菩萨 那拜参的过程当中有要念参悔文 还要 拜佛 拜菩萨 因为佛菩萨功德很大 我们顶礼他们 我们会灭很多的罪 罪灭福生 开智慧啊 灭罪啊 让以后有福报啊 很多好处的 那现在呢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介绍阿弥陀佛 因为他对我们更重要 他不但是谁可以让我们灭罪 他 也会给我们功德 也会帮我们了身脱使 他也 创造了极的世界 他欢迎十方世界 包括 娑婆世界 我们这里地球的众生移民去那里 他欢迎我们去 那我们现在还在研究的就是 这本经有上下卷吗 现在看的是上卷 上卷里面呢 就介绍呢 阿弥陀佛以前是一个国王 后来出了架 叫法障比丘 他做了法障比丘 他就 对佛发愿 他说我出家是为了成佛 那么 后来他就求佛介绍 让他认识其他世界 他要 向其他佛学习 他要创造自己的一个 进度 所以他要先参考 他们诚心求法 后来试制在王如来呢 看这个国王出了家这么有智慧喔 想要一出家要学佛 就想要认识其他世界是怎么一回事 当时又没有internet啊 我们现在有internet 也不能够去看极乐世界啊 你也不能够看 流离世界 对不对 那么 所以你想看其他世界 只有佛有办法让你看 所以当时呢 佛知道说 这个国王一出家就想要看其他世界 那他说好了 我会告诉你呢 你这么诚心呢 所以他就帮他介绍210亿 210亿 这样多的 其他世界 当佛一介绍某一个世界的时候 前面就出现那个世界给大家看的 好像你上网看 这样很清楚的 大荧幕这样的 根本不用on那个 那个电啊 什么的 不需要的 佛一讲 现在我介绍某某世界 然后他一讲 那个世界就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然后他就讲 这尊佛是怎么样的 然后大家也看 那边的人都是 莲花化身啊 那有的世界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啊 有的世界呢 就有地狱啦 有的世界又没有 他给他看了211个世界 所以看完之后呢 这个法杖比丘 他看了之后 他就自己想 以后我要成佛 我的世界 我要采取每一个世界的精华 那他后来就 他就用多久的时间来想这个蓝图呢 希望我的世界有什么好处呢 他用了五节的时间啦 所以命是很长的 当时的人不是只有50岁啊 100岁啊 没有的 他们活 几节几节才往生的啦 才死 所以他可以用五节这么长 反正他就用这么长时间来去 思考他以后的世界有什么好处 他可以帮助众生很快成佛 想了五节之后 他就对佛发愿喔 一发就发了48个大愿喔 所以我们每天晚上做网课 有唱阿弥陀赞 有没有 48愿度众生 九品 弦令登彼岸 有没有 那个48愿呢 就是现在我们还在讲48愿的第21愿 大家一起来读第21愿 设我得佛 国中天人不惜 城满三十二大人向着 不取正觉 就是说假设我以后 法杖比丘就发这个愿喔 这个是 这个愿呢 是为了要设受众生 就是要帮助众生的一个愿 他帮助什么众生呢 只要谁愿意来到我的世界 他说假设我成了佛 我国度里面的所有的天人 那边的人没有animal 没有阿修罗 没有地义 只有天人 所有的人在那边出世 大家都是天人了啦 然后他说我国中的天人呢 如果不是个个都能够成就圆满三十二像 就是大人像 就是佛的像好庄严喔 如果不是每个都能够呢 一出世就可以慢慢就成就这个三十二大人像 我就不取正觉 就是我就不肯成佛了 那阿弥陀佛已经成佛十节了 所以他的愿就兑现了 真的是说 只要你们发愿去极乐以后 你到了极乐世界 你一出世 你就很快就 样子就像 佛了啦 我讲一个例子 以前在台湾台中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居士 林看智 他写了一本念佛感应见文记 我十多岁就读这本书啦 很好看的 他讲他们 当时他们在台中那边学佛 他们 居士们 大家都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的嘛 他们很精进在修嘛 他就讲他们的念佛感应 就是一则一则的故事写下来嘛 那么这个居士 他很有修行的 他有孩子的 有结婚的是在家人 但是他修得很好 他弘扬佛法 到处去人家家庭 帮助人家建立佛化家庭 然后所以很多人受他感化 他的这本书在当时已经被翻版了 就是印了又印 印了又印了76次了 每一次大概都是几万本的啦 所以你看他的书流通的很广 在80年代我们就看到这本书 那这个人呢 他要往生的时候的前半年了 他就已经预知识知了 所以他往生的前一年 他就每天念阿弥陀佛 他就少讲法了 也很少去见人了 每天在家里就念十万声阿弥陀佛 好像是这样啦 然后念念到半年了 差不多了 他后来就跟每一个佛友道别了 他说我 我要走了 我要回家了 但是大家也不知道他回家 也会回他的自己的家吗 其实他就是要回去极乐世界 然后就这样 他就 往生的那一天 大家都来他家里咯 帮他祝念咯 就看着他走的咯 那就很好的 一之十之而去极乐世界 但是他度了这么多居士 这么多人 他就度不到儿子 他儿子不听话 不愿意跟他学佛 他也没有说 因为儿子不听话 他就合格三 不是这样 他还是积极的去 行菩萨道 帮助众生的 然后他怎么度他儿子 他就等 等时机啦 他死了之后 往生之后 他就去极乐世界 对不对 next year做祭 对年的时候啊 他就回来 他回来的时候 怎么回来 因为他儿子还是有孝顺心的嘛 虽然不信佛 他就拜他妈妈嘛 可是他那天做祭 他拜他妈妈的时候呢 就看到他妈妈出现在眼前 可是样子呢 就是有肉祭了 像一尊佛 但是还可以认得出那个是妈妈 可是非常庄严 有肉祭了 所以这个也就是另外一个证明说 我们去到极乐世界 就会有佛的32项 佛有一个其中一个像 好 就是他无见顶像嘛 他有肉祭的 所以 现在我们就是要看这个32项 我们还没有讲完32项吗 OK 现在继续看32项的第17个项 请你们一起读 两足下两手两肩 像中气处满 这边 气处平满像 你再读一次 你们读都要读到这么不顺呢 怎么会有佛的像 好 再读一次 两足下两手两肩 像中气处满 气处满像 这一个像 好是讲佛 他的 两手两足 还有两个肩 还有他的颈像 这七个地方都是龙满端正 他的手脚不会受干巴 也不会很胖 龙满端正 射净胜于身体 他的颜色 脚的颜色 手的颜色 还有 两个肩膀 还有他的颈像 全部都是很干净的 颜色 比其他身体还好看 双手 双足 双肩 颈部 气处 有丰满 软肌肉 他也是有脚的啊 佛是有脚的啊 他说 为什么佛会有这个像好呢 手脚啊 还有肩啊 你看佛的肩是垂下来还是平的 你们看佛像 哎呀 这登彼岸还有法院就看得清楚 照佛像 你看佛的肩膀是不是垂的还是平的 平的 那是好看吗 你们有的人 肩膀垂垂 你不是垫肩哦 垫了两个肩嘛 就是穿衣服比较美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像好 这个是肩膀 这样子 这个是他的像好 为什么可以长到这样好看呢 稀有不惜舍己所心爱之物 不死与众生而感得之相 就是在过去是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生生世世 他都 不会牵令 他不会吝啬 有人呢 想要他心爱的东西 他都愿意舍 人家看中他的最心爱的东西 跟他 跟他 讨啊 他都会舍 他会不死给众生 所以他才会弃出平满 有了这个像呢 就表示说 他有什么功德呢 一切众生得以罪灭生善的德 就是说 菩萨呢 如果成就了32相呢 他就 能够 令众生罪灭 生善 让你的罪会灭 你会生善 所以你们多拜佛 多拜菩萨的话 你们的罪会越来越灭 越来越少善 善根就越来越强 为什么 因为佛就是本身 他的身相都已经是表示一种功德 气处平满就是表示说 你看到我的像好像中严 你顶礼我 你就可以罪灭 生善 就是这样的意思 现在看第18 两页下满 再读一次 两页 你们知道 我们的 页 那个页 两个页 这个地方 他是 龙满的 他说也不高也不深 就是说他的两页下的骨跟肉 都很圆满不虚 他不会像我们这样凹进去的 他不是的 他就满满的 不会凹进去 也是很美的啦 反正他的 都很美的 一般人没有的啦 这表示 他在过去世是因为修什么呢 他喜欢布施医药 饭食给众生 他会请客 常常请众生 没有的吃的人 他会布施食物给他吃 然后呢 没有钱 看病的 他会出钱 让你看医生 也会买药给你吃 然后幼稚能看病 他自己也是能够 懂得看病 他不但呢 会给人家医药 给人家饭食 他也会帮你看病的 就是好像做医生这样 可是这个医生不收钱的 收钱的医生不能够成就两页下满 这个是属于那种真正的是要医众生病 帮众生离开饥饿跟病苦的 这一种 真正的菩萨恨 才可以感到有两页下满的功德 那么两页下满的表示 佛这个像 他能够圆满众生文法学佛的心愿 就是佛陀 如果你遇到佛的话 你想要听什么法都好 佛一定满你的愿 他就是有有办法满众生文法学佛的心愿 你想学佛 不管你想学什么 他都会教导你 他有办法教你 教你学佛 这个就是两页下满像 的一种功德 第19 身上如狮子 上身如狮子王像 再读一次 现在是讲佛的身体 刚才讲手脚跟肩膀还有颈项 现在讲他的身 上身就是我们 知道上身就是这边 就从那个腰以上一直到肩膀 佛的上身是像狮子 什么意思呢 佛的上身是广 又广 又大 行住坐卧 他的威荣 很端严 像狮子王 你们看到 你们如果有 机会遇到真正的狮子的王呢 如果你去动物园看到的是狮子的 老百姓 不是狮子王 狮子王 真的很高大 很庄严 很好看的 他的身形是很 很壮观 那么 就是说佛的上身呢 就像狮子王这样子的好看 他说是因为过去是广修敬业 注意看 要修什么 清净的业 要离开什么 两舌 如果你们喜欢搬弄是非 离间别人 你这样的人呢 你的身体以后就小小个 不会像狮子生那么圆满那么好看 还要教人家善法 喜欢行人和 要离开我们 才会有这样子的像 好几个条件 身体的条件必须有这几个 大家读 广修敬业 离两舌 教人善法 行人和 离我慢 而敢得此相 有这个 上身如是指向 的话表示他有什么德性呢 表示他 威荣自信高贵 他 很有信心的这种人 然后呢他很高贵的 他又有圆满的慈悲心 这个 才会有上身如是指向 就是指他的上半身很广大 走起路来的很庄严的 第20 身端直 身端直向 ok 刚才说上身如是指向 现在讲他的身体是端正幼直 你们试着做端直 端正幼直 我看你不久一定又是这样弯下来 就是你没有这个向好 你不能顶一下子你又要来了 又要这样了 弯固了 就是我们就缺这种德 佛事实时都是身端直 我听那个Yoga老师讲 如果我们 斜 这样斜做 斜 差不多几度这样子 你的 这个头啊这边就会中 多少KG 12KG 如果再斜一点就24KG 所以对你的脊椎对你的身体都很不好 所以你要作证 他才不会伤到 你就不会那么重 你这样做斜你头很重的 你很伤你的脊椎 颈椎 还有尤其是颈椎 那所以现在讲的是身端直 身端直就是 与一切人中生最大而直 佛的身体是最大 而且是直 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 一般人在印度当时3000年前的人 印度人的高度是八尺 以前的人高度八尺 佛是16尺 比人高一倍 你知道吗 那么每100年人的高度会减一寸 100年又减一寸 请问减到现在3000年后 现在人的平均高度是几 几高 100年减一寸 3000年之后减几寸了 什么300寸 100年减一寸 1000年之后就10寸对不对 30年就几寸 30寸等于几寸 两寸几 两寸半 是吗 所以你看是不是 八寸减两寸半 多少 现在的人高度平均应该多少 什么 6寸半 5寸半 差不多 对不对 是没错的 我没有骗你 你们如果继续再来轮回 来世你又更矮了的 100年后 100年后呢 人类的高度又变成 五寸四 就越来越 越矮了 对吗 以后啊 人类的寿命会短命到10岁 就会死 这是最低的 人类最低寿命的时候 平均 10岁 那时候人类的高度是 像狗这么高 如果你们去看考古学家 在中国已经发现很多 old building里面 的那个 那个他们的 什么 他们 就是看到 发现那个古迹 发现到以前人的用具啊 床啊 什么都很大的 所以以前 2000年前的人都很高大的 明白吗 所以佛陀时代每个人都是高 八寸 佛是16寸 比一般人高一倍 那所以你看他说佛是 一切人生中 他是最大 身体最大 而且又直 佛生最大端正而知 威夷庄严 可惜哦 如果这不经是在东北岸讲就好了 就有的看佛 你就可以imagine一下 佛真的很庄严的 这是因为呢 怎么修才能够有这样 生端直 因为 大家读 深夜 清静 远离 杀身 偷盗 浇漫 血淫 所感 得之向 注意啊 注意点啊 你要深端直 你本身 行为 你的身体上方面的行为 一定要清静哦 你每天做的事情 是清静的 没有染污 没有爱遇 而且绝对不能杀身 不能偷盗 也不能看不起人欺负别人 不可以教慢 不尊敬长辈 都不可能的 不可以有这样的事情 更重要的 你不可以怎么样 血淫 还没有结婚就跟人家发生关系 这个就是血淫了 或者结了婚又找 另外一个人 外遇 也是 不可能将来会生端直 所以这个就是在讲因果啦 佛有这个向好 都是修来的 修善 修清静恨 才能够这样 那他说这个向表示 他能够另见闻的众生 谁能够见到佛 你的苦都会停止 见到佛你会有正念 然后你会修十善 OK 对不对 所以你看像我们 办法会 我们大家一起共修 一起拜佛 拜参 大家都会有正念 对吗 绝对没有 拜拜佛在骂人 不可能的 那拜佛还在骂人 那就是这个人 就是没有心拜佛 他没有念佛 如果真的有念那尊佛 你会得正念 你知道你是来忏悔的 你还会跟人家吵架 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知道 如果你在佛堂里面学佛 你还 不能得正念 表示你没有见到佛 虽然见到佛像好像没有见到这样 其实佛的像好中也你注意观的话 他会让你起正念 指你的苦 让你修十善 再看21 坚 缘好 就是坚缘好像 又是讲两个坚 他两个坚是圆满 又好 又丰满 又平整 又微妙 就是他的肩膀很好看的 佛的肩膀 照佛像就要照到很美很美 很庄严的 那为什么可以 坚缘好 因为 菩萨 以前在行 这个 菩萨恨的因地的时候 他喜欢照佛像 所以 要行菩萨道也要照佛像的 其中一个菩萨恨 就是要修 修塔 有的人家的塔庙已经很旧了 你要出一点钱 把它修好来 以后你的肩就很美了 不用垫肩了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照相修塔 还有失无畏 不失无畏 有人 不安 心里很恐惧 很害怕 有压力 你要帮助他 离开他的 压力 他的部位 常常这么做 你会有肩炎好的 一个像 将来 此像表示能够灭除疑惑 除业障等 很无量的功德 就是 有这个坚言好像表示 他有功德 能够灭除所有人的疑惑 就是你见到佛 你自然见到他的肩膀 你就会没有疑惑 怀疑心就不见了 而且可以 处你的业障 所以你看 给人家看你的肩膀 人家就可以灭业障 平常 哪里有办法 对吗 没有那个功德 所以谁见到佛的肩膀 谁就可以除业障 谁就可以把疑惑心就不见了 他就是有 不只是这两个好处了 这个坚言好有无量的功德 举出来两个 就是你看到他的肩膀 你就没有业障 或者你看到他的肩膀 你的疑惑心就不见 其中两个 还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所以这就是说他每一个向好 你看了之后他就会 影响你 比如 这个身体端直 你看到他的身体端直的样子 不但好看 你当时就有正念 你的痛苦就不见了 本来脚痛脚痛也没有了 头痛也没有了 有那个酒的什么病都会 除掉 就是他的功德 意思就是这样 譬如你看到他的那个身上如狮子像 这样庄严呢 你一看到你就觉得佛就是那么高贵 你就感受他很慈悲很圆满 就是这个德恨 意思就是这样 坚缘好讲完了 现在再看第 第22个像 四十尺具足 再读一次 四十颗牙齿 不多也不少 一般人是三十二颗 你们几颗 有没有算过 你去算呢 回家照镜子算一算 你有几颗牙齿 一般人是三十二 有些人比三十二还少 那他说 鱼人三十二尺生三百鱼骨 头骨有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一般的老百姓 一般的人 凡人 有三十二颗牙齿 然后身体有三百多个骨头 我们身上的骨头一节一节的嘛 总共有三百多个骨头 那我们人的头骨有九片 头骨有九片 菩萨呢 就跟一般人不同 菩萨呢 牙齿不是三十二多少 四十 四十 头呢 只有一个骨 不是分九片 那么菩萨 的齿骨 齿的骨头啊 很多 头的骨头很少 人呢 一般的凡人呢 他是 齿的骨头很少 因为才三十二嘛 但是 头的骨头就很多了 有九片 一片哦 以事故呢 欲宜于人身 佛的身体是跟一般人不同 给你看啊 骨头 你看啊 这个是我父亲的骨头 最近他往生 我就不明白 怎么他的头这样 脆脆脆脆一片一片 我不知道原来真的是有九片 他们把它放在一起嘛 你们看到吗 我们的头的骨头是有九片 所以 这个就证明了 我那天就是去 看他的骨头的时候嘛 火化了第二天去看嘛 然后才看到 怎么他的头部 是这么多 一片一片一片 就不明白 怎么吹到这样 现在读这个镜才知道 人的骨头就是有九片 你明白没有 然后他说其他地方 总共那些一片一片这边 总共有三百多 三百多 多节 我们人的构造 身体构造是这样的 所以最美的人也是 不过如此 死之后也是这样子的 没有什么美了 假的 只是包装罢了嘛 皮肤包装 衣服包装一下就很美 其实里面是一样的 那佛的就不同 他的头部是 按照这里来讲的头部的骨头 如果火化了之后呢 只有一个 头盖骨 不是有九片 明白没有 那一般人是九片的 什么 这个是我们去那个火化厂嘛 火化厂 火化了第二天早上 要去 我们要去拿嘛 拿了 我们就说想先看 不要马上把它抹成粉这样啦 因为要拿去撒大海嘛 给我们先看嘛 结果那个负责人他就把它摆好好给我们看 那他就还解释给我们听 如果你是癌症 cancer patient 你的这个白骨 有红色的 有红色的就是你已经有癌细胞清湿了你的骨头 你的骨头就不会白色 反正有病的地方 病毒清湿的地方 不然就成 他说是红 就是粉红 或者黑色 还是怎么样 那个地方就是受伤的 其他地方应该就是白白的 一般人死了都会 如果是cancer死的人 他的骨头烧了就剩一点点 这个剩很多 表示他 没有什么大病 而且骨头还很坚固 就是还可以 还一块一块还在这样 骨髓没有流失很多 骨髓流失很多的人 烧了不会这么多还在的 OK understand 现在看回去 32项 40尺 佛具有40尺 不粗也不细 又洁白又整齐 有美德 佛的牙齿 也没有太粗也不太细 就是刚刚好 那是为什么呢 他的牙齿有40颗又这么庄严呢 因为呢 他在过去是口业方面修得很好 修什么 大家都远离什么 远离什么 恶口 然后呢 两舌 惠心 要修习平等慈悲而感得慈向 我们要40尺的话 以后要有40尺 你今世 不是一世修来啦 百节啦 你要make sure 深深四世 经过一百节的时间 你都 每一世都是没有恶口 没有两舌 没有 称慧的心 你不会因为人家弄坏你的东西 你发脾气 称恨心 绝对不能 你一有这样子的问题 你 不能得到这种向好 而且不是 不能够 make one mistake 就是不能够有 在一百节内 不能够有一次有过错 一次有过错 都不能成就这个40尺 他必须是说 在这么长年的修行里面 你永远以前已经有犯 不算啦 从今以后你修菩萨恨嘛 一直到你 百节里面呢 深深四世 不管遇到什么挫折 什么 不如意的事情 你都不要恶口伤人 不要骂人 不要揍人 更不可以两舌搬弄是非 对A讲B的不好 对B又讲A的不好 让他们 关系不好 让别人觉得这个人很不好 有时候我们 单方面也是不对的 你就跟A讲B怎么不好 让B觉得A 不是很好 以前他觉得A很好 听你讲一讲 那个B对A的印象不好 有这样的也是两舌啦 所以有两舌呢 就不能有四十尺咯 那我们都没有四十尺所以我们在过去世呢 一定有时有两舌 有时没有了 明白吗 如果是 你真的是造了 毁谤三宝啊 你现在都不能讲话了咯 哑巴了咯 明白没有 所以我们人呢 果报是有因果的 我们拜三妹水餐讲得很清楚啊 所以你看 要能够成就四十尺 必须就是这样 不是修一世的 深深四世 远离二口 两舌 称惠心 然后要休息平等的慈悲 才会有这样子的向好 四十尺 那么有这个向呢 表示 你就有一个德 假如你有四十尺 你的口会常常放出清净的妙香 你的口 跟人家讲话 你绝对不会口臭 你不会早上醒来没有刷牙口臭 No problem 没有口臭的问题 不会说没刷牙就口臭 不会的 他永远都会出清净的妙香 他的口 而且因为他有德恨 他能够停止众生的恶口业 人家看到菩萨 或者佛 他有四十尺 大家就会 就会心悦臣服 都会受感化 都不敢再恶口 因为知道菩萨 是一个good example 要跟他学习 他也能够 让众生看到他的四十尺 如果你看到佛的四十尺 你可以灭多少罪 无量罪 你看多么好啊 见佛就可以有这么多好处 我们每天见这么多人 都没有灭到什么罪 反而还造罪 个人家 两个人在一起又讲是讲非 不然又讲讲一下又骂架 有没有 日常生活当中 人与人见面不是灭无量罪 好像在那边解冤仇 所以这就表示说 我们 遇到的人 他们没有那种德 没有那种向好 所以不会让你看到他 脾气就 洗下来 他没有那个德让你 缓下来你的烦恼 如果那个人有德 人家看到他的烦恼就不见了 就是 有那种向好 像四十尺的向好 就是你见到他的四十尺 你就会灭无量罪 然后会受无量的法乐 你看多么好 所以你看 成就四十尺 不是好看罢了 而是呢 成就的四十尺 你的口常常出妙香 众生看到你不会造口业了 众生看到你灭无量罪 众生看到你受无量的法乐 这就是他的四十尺的好处 你知道吗 你们今天能够听这个佛的三十二项 请问有没有功德 我们能听这个 三十一声 有没有功德呢 有没有 我们能有 好歹的功德 不是每个人有福报 听佛的三十二项 单单可以听 虽然还没有看到 能够听 表示你就是跟佛的因缘是很深 才能够听他的三十二项 我们今天讲到二十二了 先把牙齿都讲完 我再讲故事了 二十三 此白净其密而根深 再读一次 牙齿是十颗 还要呢 牙齿是白的 不是黑色的 又要白 又要干净 又要整齐 又要深到很密 密到什么程度呢 他说 他的每一颗牙齿 无粗无细 没有哪一个特别粗 哪一个特别细的 一样的 很整齐的 每一颗都一样大小 然后平平的 不粗也不入 也没有一个太粗 一个太近 长得就是奇密 又平 然后呢 此的密相呢 人不知者 未为一齿 齿间不容一毫 什么意思呢 牙齿之间没有缝 没有一毫的缝 密密 一点缝都没有 所以 大概也不需要用那个牙线了 因为不会 不会 不会粘那个食物嘛 渣 不会粘的 他根本就是连一毫都不能进啊 所以食物的渣进不去 你不需要用牙线 极好 对不对 再看啊 极牙齿 洁白 整齐 密接 没有缝隙 明白吗 以后人家问你佛的牙齿是怎么样 你说佛的牙齿几颗 40颗 什么42颗 40颗 每一颗之间有没有缝隙 没有缝隙 而且也不出也不入很整齐的 这个是修什么才会有这样子的功德啊 修什么 十善法来教化利益众生 什么叫十善 他会教导众生远离 杀生 偷盗 血淫 两舌 恶口 旗语 妄言 还有 贪 撑 吃 叫众生不要有这么大的贪心 少欲知足 你知道我们害死我们的就是这个贪心 你知道吗 越贪了你就反而越糟糕 所以我们今天呢我可以给你看一下那个三昧水灿讲的一段文啊 大家读 刚才我们念到第三卷的时候就念这段经文 经中佛说 多欲知人 多求利固 苦恼亦多 再读一次 多求利固 三昧水灿刚才我们拜的时候 他就讲到 经典里面有讲 佛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欲望多的人他就多求利益 希望求多一点利益 想赚多一点钱 那现在的人都是很贪 又贪 又想要快嘛 所以希望赶快三年内就可以赚一笔 然后就不用上班了 也有人是这么打算 反正呢 这是多欲 他说呢 多欲的人呢 因为他多求利益的缘故 其实会招来更多的什么 苦恼 你们认同不认同 认同 非常好 已经是有经验的人才会讲这种话 如果还在追求的人他们还不敢苟同 他还在追 继续 知足之人 虽卧地上 尤为安乐 不知足者 虽处天堂 尤不称义 所以撒妹举掌很好的 讲到很清楚 教我们要忏悔 让你认识 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说 知足的人 虽然躺在地上 每天都睡在地板上 他会觉得睡到很安乐 没有人来吵 他睡一半就想 就要跟你麻烦 给你很多 不安 对不对 很多麻烦 他说 不知足者 你即使给他住在天堂 他都觉得 不称义 这个就是讲 知足跟不知足的 分别 你看 大家看 真的要看了 你们应该读 大家读 但世间人 互有极难 便能舍财 不计多少 他讲 世间的人 如果你家里有人 或者你本身 遇到了很紧急的灾难 你就能够舍财 来去解决你 你觉得很紧急的灾难 不计多少 你一定肯做的 你看现在的 如果知道自己的cancer 你一定会拿几万 来去医病 对不对 但是有一点 你们忽略了 千万要记住 他说什么 而不知此生 临于山 屠深坑之上 一席不还 便应堕落 三昧水灿讲 他说有些人 他不是有极难 他就赶快出钱的解决了 或者人家绑票还是怎么样 他就给那些黑社会的人钱 或者 反正你们就想尽翻牌 要解决问题 你就可以出钱 出很多的那个 可是你这个钱出去呢 其实又在同时造了很多罪 你也不管 反正解决我的问题 我们人常常会这样 那他说呢 你就不知道了 你出钱 为了解决你的极难的时候 也许当下你杀生了 你不知之 对不对 有些人为了疫病 他就要去杀动物吗 对吗 或者是 就是造了很大的杀业那种 所以他就是讲说 你不知道 你们舍财 为了救你的极难 你舍财当下 你不知道你的身体 已经靠近三恶道的深坑 已经在深坑的上面 快要掉下去深坑了 三恶道的深坑 这种人呢 一旦他的呼吸器 一出进不来的时候 他就会堕落了 所以就是讲说 我们人呢 为了自己 而害了众生 然后堕落了 还不知道 还肯舍财 可是舍财不是为了救别人帮别人 而是为自己的极难 所以众生都是自私的啦 再来 你看 互有知识 劝赢功德 另做未来善法之良 只此千辛 无肯作礼 他说 他说像这个有急难的人 现前 那么有出现一个善知识 跟他讲说 你这个情况 你家里发生这个灾难 你应该赶快做功德了啦 赶快血排位啦 或者跟他做 供养三宝啦 供灾啦 印经啦 建庙啦 放生啦 多做功德 那么就可以帮助到他过这个难 另做未来善法之良嘛 现在呢 赶快趁他还活着 帮他做功德 七分功德全部拿 如果等到他死了 你才跟他做功德 七分之中差来拿一分 你就劝他了 赶快现在他这么多钱也带不走嘛 赶快帮他做功德 劝他了 他做这个善法 将来他就有资良 他就能够离苦得乐嘛 可是因为这个 快要死的人 他又执着 他有 千令的心 和孤魂 所以他这个人都 无肯做理 他就不肯 你怎样讲 我都一毛都不拔 我都是不愿意去做善 他就是这样 所以欠不动的啦 夫如是者 极为于祸 何以固恶 他说像这样的人真的是 愚痴到极点 为什么呢 我们看 经中佛说 生时不积一闻而来 死亦不持 一闻而去 你看 the buddha says in the sutras that when we are born we do not bring a single penny with us and similarly when we die we do not we will not take a single penny with us 经中 佛讲得很清楚 我们活着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带一闻钱来的 空手来出世 死的时候有没有带一闻钱走 不如你还没死 赶快把那笔钱 捐出去 舍 遗得万报 你们知道吗 所以我现在就跟你们讲这个布施的道理 那刚才说佛的向好 他就是 他的 牙齿 奇蜜 向好这些 他就劝化众生 远离这个贪嗔痴 叫你不要贪心 不要 不要那么 孤狠 不要那么签令 应该要 其实 你们要让自己 以后 随时要 要用到什么钱 就有得用的话 就是紧急的时候就有贵人出现的话 唯一的方法 你现在尽量去帮助别人 以后你有困难 燕青在主 早上的人都会逢凶化劫 都会贵人出现 你们信为信 所谓布施者 必获其利益 若为乐故事 后必得安乐 你不管布施钱财 布施法 布施什么都好 你一定得安乐 你只要欢喜 欢喜的布施 欢喜帮助人 不要帮助到 勉勉强强 人家劝你 你才做一点点 不然人家说你 不好意思做给人家看 那就没有这么好的果报 也是心甘情愿 很欢喜的去布施 讲法也好 或者做佛事 煮饭菜 或者 做哪一方面的 只要能够帮助到众生 你很欢喜 在你能力所能做的 范围之下 你去做 你去欢喜去做 你一定的后必得安乐 将来燕青在主早上门 或者业障现前 都 能够重罪减轻 那所以佛就是现在这一段要教你们说 我们不要呢 把那个钱 霸住 不肯去 施舍给 没有的用的人 你知足 就可以让你 活得 这样差不多就可以 然后尽量去做功德 你将来会很好 你能够说什么 那所以你看他讲 这一句是最 生的时候 一文不带来 死也一文不带去 那么后来你有这么多钱用 是你过去是修来的 你修布施 所以你现在就有这么多钱 大家读 苦生 积聚 为之 忧恼 与己 无异 图为他有 哎呦 该找他呀 他说 我们一般人出世之后 慢慢长大的 读书嘛 读越高越好了 赚的钱比较多了 多数人为这个赚钱 读书了 为名利不是为名利 现代的人 那 学位高以为可以赚更多钱 然后呢 开始上班了就很忙了 上班的人忙不忙 苦 累不累 累 这个叫苦生 就是身体很苦 很辛苦 累呀 没有得休息呀 就是这样 很辛苦去积聚那些钱财 可是也为了积聚钱财 而有很多的忧虑苦恼 有时候customer 不听话 有时候呢 给你捣蛋 有没有 很多麻烦的 很多忧恼 为了积聚这个钱财 他说你这么做呢 其实对你没有很多的利益的 将来最糟糕的是 突围他有 你积聚那么多钱 一直放在银行 一定要存个几百万 或者几十万 才够 不然以后有问题就不知道怎么办 人都是这么想 所以他以为他将来会用到那笔钱 其实会用到吗 不一定 会留给呢 如果没有交代好 就死 可能政府就充公去了 如果有的 就是你的朋友 你的亲人拿到了 你自己就没有的 所以 突围他有 继续 无善可恃 无德可护 自使命中 堕诸恶道 最糟糕是这样 你们为了积聚那些钱财 你又 不管了 反正可以赚很多钱 到底那个 产品里面是很多动物成分 不管了 反正你都没有去管那么多 他里面的成分 有没有伤害到众生 你就为了赚很多钱 可以赚很快吗 你就去做这一行 所以你的钱是 赚进来的 是有很多撒业的成分在里面 或者偷盗 或者协赢 那就惨了 所以变成说你这么苦生 积聚钱财 你并没有很多善恨可以来 给你 就是说 支持你 支持你 似乎就是说 依靠 你没有善恨可以依靠 因为你没有修善 也没有得恨 你没有帮助人 你只不过让自己赚的越来越多 然后房子越来越大 车 越来越冷 就是这样罢了吗 你自己享福嘛 但是呢 你的这个福报 有没有分享给别人 有这种善吗 有这种得吗 你没有 所以你就没有善得 可以依靠 自死命中 导致你死的时候 灵命中 你会多很多的恶道 因为你钱得来的是不法的 就是违背因果的 是有伤害到众生的 你不管 可是你就是每天呢 开大车 住大房 很舒服 很什么都是最好的 但是 你造了多少罪业 因为每天又吃好的嘛 山珍海味啊 海鲜啊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 你有善跟德可以依靠吗 没有 你又不肯帮助众生 所以 佛就告诉我们 事故 今日 归命三宝 自成 忏悔 你们听了 你们觉得好不好 上面学上讲的好不好 明白吗 所以 这是真的 真的 要让你好 你真的要布施 布施就有福报 然后布施 不管了 财师 法师 无畏师 帮助别人解决他的烦恼 你一定以后很好的 就是很妙了 修善恨能够让自己将来逢凶化吉啦 或者是罪业减轻啦 好处很多 所以我们看回这里 就是说这个 牙齿是白净其蜜而更生嘛 因为你用十善法来教化利益众生 就是教众生 不要杀生喔 远离杀生 的行业 偷盗啊 或者邪淫啊 贪嗔痴啊 他真的要用这样来教化利益众生 还要称扬他人的功德 才可以呢 齿白净其蜜而更生 那 这个像呢 表示他能够清净和顺 眷属同心 如果一个人他的牙齿长得这样 又清 又 白 又干净 又其蜜 他的根又长到很深 牙齿的根很深 所以不会掉 一生都不会掉牙的 明白吗 像这样子的人呢 他 人是很清静的 而且很和顺 跟谁相处都不会吵架 而且他的眷属同心 一家人一定一条心 没有说孩子不听话的 不会说 老大听话 老二不听话 没有这个problem 明白吗 因为你有这个得恨嘛 你常常这样教化众生 牙齿的讲到第23了 还有24 大家读 是牙最白而大 再读一次 佛的牙齿有四颗门牙 门牙有两颗在上面 两颗在下面 门牙两颗上下 总共四颗是 特别大 又白又大 而且他的白是超过雪山王的光 那个雪山 那个雪山 因为整座山都是雪 太阳光一照呢 他就很 又白又亮啊 非常美啊 佛那个四个门牙就是这样的 超过啦 不是这样 超过雪山的雪山王的光 雪白又光亮这样 所以四颗门牙鲜白光洁 又丰瑞坚固如金刚 四颗门牙很坚锐的 而且很坚固 像金刚这么特别坚固的佛的四颗门牙 这是因为常常思为什么 善法 过去是常常 心里 不要想不好的事情 不要起恶念哦 每天要往好地方去想 要想善的 不要想恶的 如果称恨心是善还是恶 如果不满意的心是不是善还是恶 你要知道你的思维你的思虑 你能够不想是最好 如果想想的话就往好的地方想 往 跟佛法相应的那一方面去想 就是想善法 不可以想恶法 understand 这样的话呢 常思维善法 广修持悲心 才能够感得四颜罪白而大 那这个像呢 就是能够 用智慧来吹破一切众生的贪嗔痴 三毒 四颗门牙很利 原来是来吹破我们的贪嗔痴 佛用四颗门牙 来破我们的贪嗔痴 所以佛 谁看到佛的样子 佛的牙齿 一定贪嗔痴就 没了 就是这样子 上下亦各有两尺 其色鲜白光洁 锐利如风 坚固如金刚 就是能够吹破我们的贪嗔痴 他有智慧 让你听佛讲法 你的贪嗔痴就没有了 这是很真的 很多故事了 以后有机会再讲给你们 一一讲出来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 牙齿 第24 等一下看一点 故事 我先讲 因为我们那天有讲到 32项其中有一个项 我先找给你们看 我们讲第六个项好的时候 你们注意看 佛的足根具足圆满 佛的脚跟 是很圆满好看 这是因为他以前 用方便的智慧 持戒跟文法 勤修善业 那也就是说 要得到足根具足圆满 好看 这个是必须要文法 要听法 就像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你们今天晚上坐在这里 听法叫文法 这个就是栽培你以后其中一个向好 就是足根具足满好 那你有这个向好呢 你就是能够利益 敬畏来祭一切众生 就是说你们今天听法 你不要以为说 我是一个学生 或者我是一个 很笨的人 我能够利益 度化无量众生吗 敬畏来祭一切众生 我都能度吗 可以的 文法就是度众生的一个开始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 能饶益度化 敬畏来祭一切众生 所以 持戒 文法 勤修善业 这三个 一定呢 报你将来呢 听了法 明白佛法 又持戒 又能够勤劳 去修善业的话 将来你修圆满了 你就足根具足满好了 然后 敬畏来祭 都可以度化 敬畏来祭一切众生 将来的众生 一切众生 你全部都能够度 就从文法开始 持戒 文法 勤修善业 所以我现在讲 文法的好处的故事 OK 大称本身 新帝观经 卷第3 这一品叫报恩品 报恩品里面有讲到 文法的好处 短短罢了 佛有一次他在王舍城 东北 的八十游巡 有一个小国 就是佛是住在王舍城 可是王舍城的东北 那个地方 离开王舍城 有八十游巡 如果是大游巡呢 是八十里 小游巡是四十里 假设说他是小游巡 那就是四十里乘八十 请问几里 八十乘四十多少 八十三十二 对不对 三十二加这个 加两个零多少 三千两百里 这么远 我问你们 这个释迦摩尼佛 住在王舍城 王舍城 南以北的三千两百里路 当时没有汽车 这么远的一个小国家 叫做增长福 那个国度里面呢 有一个有钱的人 这是有得恨的人 叫长者 他名字叫 智光 年纪老了 衰迈 身体越来越差了嘛 他只有一个儿子 注意听 这个儿子 不听教 恶性 他的性格很恶 脾气不好 不孝顺 父母 父母的教诲 全部都不听 从 从来不听 父母的话 可是这是 长者有钱人 他老了 儿子还不听教 他在 三千两百里 遥远的地方 就听闻 在三千两百里 你看 东北 东北 的另外一面 是什么 东北 另外一面是什么 西南 他知道 西南方 离开他的国家 西南方 有一个王色城 那边有一尊佛 叫释迦牟尼佛 在那边讲经 他听到这个消息 你们注意听 这一个有钱人 就有什么反应 他知道释迦牟尼佛 在王色城的灵柩山 就是讲法华经 那个地点 他知道佛在那边 天天都在讲经说法 为了要度 五着二世的 无量众生 宣说 大乘的报恩法 他知道 很奇怪 这么远 他都知道佛在讲报恩的法 奇怪 他听到了 不知道可能是有 亲去听了 就是去找他 跟他讲 你知道你儿子 这么不听话 人家释迦牟尼佛 现在在讲报恩品 应该带你儿子去听 他就懂得报恩 报父母恩 这样佛就有得恩 可以度你的儿子 应该带你儿子去 就是这样劝他 应该是亲人 所以他听了就相信了 就带着谁 一家人 父母 儿子 眷属 一家大小 全部为了听法 从老远的三千两百里路 这么远的地方 拿着工具 要来供佛 印度人在当时都懂得供养三宝 供养出家人 所以他们知道要见佛一定要有守信嘛 就带了很多供品要供佛 然后一来到佛的面前的时候啊 他就很恭敬对佛说了 他说佛啊 弟子有一个儿子 他的性很避恶 很多毛病 我这个儿子很多毛病 他的性格又很恶 他不是善良的一个人 他也不听父母的教诲 我听说佛你现在在 在教众生报事总恩 其中一个恩就是父母恩嘛 所以我们为了听这个报事总恩的法 我们就老眼将来见佛 请佛开示 为宴世尊 为我等类及诸眷属 我不只带我的家人 还有我的亲戚 还有我的朋友 他们都跟我一起来要听报事总恩的这个法 请佛宣说 世恩的圣神妙意给我们听 注意听啊 佛怎么回答 他说我们希望呢 佛讲了之后 就可以令我的这个恶性的儿子 生效顺心 他呢 这一世呢 此事当生令得安乐 就是说 希望呢 我们听了你的法之后 我儿子就变成改姓了 变成很孝顺 然后我们就得安乐 佛一听到这个人 这么诚心从老眼求这个法 刚才我们知道佛的一个得恨 能够满众生听法的愿吗 既然人家特别老眼来 就是为了要 你教他的孩子有孝顺心嘛 所以佛很开心啊 佛有得恨可以度他的恶性儿子的 他只是这样子反应 他说什么 善哉善哉 如为法固来自我所 供养 供敬 要闻事法 如等地听善事念之 意思是说 太好了 太好了 今天呢 你来请这样子的法 你为了听法 特地来到我这里 经过的八十游巡 这么远 然后还供养 恭敬的心 这么样 有兴趣 这么样欢喜 这么样专心 要听我讲法 那你们大家都要专心 好好的思维 我讲的法 要听清楚啊 不要误会啊 他说什么 就是这一段红色的给你们看 大家一起读 若有圣男子圣女人 发菩提心 未闻法药 举足下足 随其远近 所见之地 为成数量 以示姻缘 感得 金轮转轮 圣王 还有 圣王报境 做御天王 御天报境 做犯天王 见佛文法 树正妙果 释迦牟尼佛就跟那个人讲 如果有哪一个 有善心的 想要往好学的人 男的女的都好 你们如果能够 发的菩提心 就是说 哎哟 我 现在有听到 这样好的大乘法 将我们怎么样 离苦得乐 得到真正的快乐的法 将我们能够成佛的法 我一定要去听 你就发这个菩提心 要来闻这个正法 那以这个心 要来听法 看你住多远 不管你家离这个道场有多远 他说 从你家一出发 你一开始走一步 举足下足 就是一步 举足 举足 又下足 就是 表示一步 从你家到那个听法的地点 有几步 你就算 如果呢 是经过 微层数量 就是因为很远 三千两百里 就是经过 不是 一步 一万步 一千万步 是微层数 那么多 不 OK understand 好像那个 微层数 你们懂 微层就是说 那个灰层 灰层多不多 你数不来 就是说你经过的脚步 有这么多 以这个要听法的缘故 看你走多远 如果走了这么远的话 你就会感得怎么样 将来会做什么 经 轮 转轮身亡 转轮身亡有四种 金银铜铁 经轮身亡 可以管四大天下 不是只是管地球 他可以管到其他星球 明白没有 管四大天下的 那他说你就可以做转轮身亡 你那时候不是管整个地球 你不是这样罢了的了 你的福报呢 大到的就是 金银身亡的福报 然后呢 金银身亡的福报 想完了 你还可以做什么 遇界天的天王 跑去上天了 升天了了 然后呢 遇界天的果报 想完了 你会做 更高 色界天的大犯天王 八大流 之后呢 你接下来会做什么 你就会 见佛了 就会遇到真的佛出世啦 然后你就会见佛 亲自听佛跟你讲法 闻了法之后 很快就正到妙果 出果 恶果 三果 四果 或者是菩萨的什么 看你的 因缘 再来 大家读 辱大长者 急于众等 未于法 来自我所 如是经过八十游巡 大地为成 一一成数 能感人 天伦亡果报 既闻法 以 当来 证得 阿诺 多罗 三秒 三菩提 那释迦牟尼佛就给这一个来听法的长者 还有这群人授记啦 他说你这个大长者还有其他跟着你来听法的人啊 你们为了听我释迦牟尼佛讲法 你们特地来到这里听法 你们经过的是八十游巡 佛很快就算给他听啦 八十游巡呢 经过的大地的围城 每一个层数 听清楚了 这个不是讲经过多少 而是他经过很多层 很多微层 每一粒微层的功德是多少 能够感得人 天转轮 圣王的果报 就是会做人间的转人圣王跟天上的轮王 天上的王 天王跟轮王都可以做 每一粒微层 如果他们经过的是八十游巡里面有多少粒微层 就是他要想多少福 你说像这种人还要上班吗 一出世 就是国王啊 一次是不是普通国王是转轮圣王 一出世就是大范天王 要不就是一绝天王 所以你们看多么殊胜 对不对 单单一粒微层的功德就这么大 经过多少粒微层 就 继续 没有苦只有乐了 而且 after that 你就会听法 见佛闻法 然后一听到我跟你讲法 你很快就成佛 所以 中了听佛 讲法的音之后 你再也没有苦 这个大富长者 他们实在有福气 听一堂法就搞定了 不用了 你看 是不是佛的功德很大 我问你们各位 所以你们要珍惜你们的福报 你们才有机会学这个 三十二项 佛说无量寿经 里面都是在讲佛的功德 就是佛就是有这种功德 谁听他一场法 他就跟你受寄了 一次搞定了 你今天从那么老远三千两百里 坐飞机也好 走路也好 你来到我这里听法 你永远不会受苦 你只会做王 转轮圣王 天王 最后就是见佛文法 正果 绝对不会多三二道 你们知道吗 所以这个就是说文法的好处 好听不好听 越听越有精神 不过我们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还有其他故事 我们先来回向 愿意赐功德 广意赐功德 今次已保身 同生其樂果